张艺谋神剧翻车 豆瓣骂声一片 金星平驾黄景于演技不行 很松弛 根本不想刑警队长 行真犯罪剧 在国剧市场中一直都是热门题材 2024年的下半年 某库也用一部编水网式拿下了爆款的标签 其实该剧播出前并不被人看好 主要是阵容不够看 但一部好剧的重点在于故事 内核 演技 监制曹宝平将罪恶与人性剖析的淋漓尽致 吴振宇 蒋奇鸣等演员也贡献了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这种好剧就没道理不报 只不过收官太早了 一时间观众不由的心里觉得失落 意犹未尽 但趁着热度还没吞去 某库又端了雪迷宫上桌 本以为张艺谋兼致的行真剧应该不会比草宝评差 然而没想到的是新剧开播后在豆瓣收获一片骂声 口碑惨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披着行真外衣的偶像剧 雪迷宫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97年 哈岚市这个充满意欲风情的城市中 突然出现了一种新型毒品 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动荡 剧中的情节围绕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案件展开 描绘了警方与毒贩之间的激烈较量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 警方临时组建了一个专案组 由刑警队长郑北黄景于市领衔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冷静果断的警察 他的搭档是化学专家顾议员王子骑士 一个智商超群但对刑侦工作一窍不通的书呆子 他们带领着一群年轻警察 不顾个人安危 深入犯罪腹地 剥茧抽丝 一步步揭露毒贩的网络 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 刑侦 击毒 悬疑元素的加入 让雪迷宫在题材上确实有着独到之处 原本应该是一部紧张刺激 引人入胜的剧集 然而遗憾的是 导演的水平似乎并未达到驾驭这一题材的高度 未能将故事的精髓充分展现出来 整部剧在叙事和人物塑造上显得力不从心 使得原本应该严肃紧张的刑侦剧 更像是一部披着刑侦外衣的偶像剧 剧中的角色虽然各剧特色 但在导演的指导下 演员们的表演往往过于注重形象塑造 而忽略了角色的深度和情感表达 黄景瑜和王子骑等主演虽然颜值在线 但在一些关键情节的处理上 缺乏足够的张力和真实感 年轻警察们的角色更是成了衬托主角光环的绿叶 缺乏独立的人物成长轨迹 此外 剧中对于案件本身的推力和侦破过程 也显得过于简化 很多时候 观众期待的枝豆和反转并未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主角们过于顺利的进展 和过于巧合的剧情安排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选迷宫在刑侦剧的外表下 更像是一部以青春偶像为主打的剧集 让期待深度刑侦剧的观众感到失望 就比如两位男主的穿着打扮 就不像是正儿八经的公职人员 整天由头粉面 穿搭时尚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来参加男团选秀的 而且他们的造型有任何年代味吗 说是现代剧都有人相信 另外 故事逻辑也跟开玩笑似的 比如张宇扮演的保安跟男主说自己在案发当天值班 他们就都相信了 也不说去仔细调查一下 后面意外看到了排班表才发现对方说谎 这要真的是贼喊捉贼 有这个功夫凶手早跑没影了 还有警察什么事 还有前一秒躺在地上动都动不了的吸毒者 下一秒掏出刀子 能把男主这样伸手的警察硬控住 从二楼跳下来都一点事儿没有 还能跑到大街上抓个孩子当人质 导演你自己看看这句情合理吗 而且不难看出这部剧充满了刻板印象 人物都极其脸普化 化学专家就必须眉情商 看着别人吃爆米花都要说叫 一张嘴就冷场 你警察则是性格火爆 不爱读书 属于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人生 至于男主 不但可以一个人打十个 手榴弹 手枪都伤不了他 而且心里还得藏着秘密 表面能抗视 半夜偷偷做噩梦 一个字形容这部剧 爹 太点了 每个人物 每段剧情都相当套路化 可以说 雪迷宫这个剧情 别说跟编水网是没法比 甚至还不如一些 行真类型的网大电影好看 质感 逻辑全部下线 偶像剧的味道太重 让观众白白期待了这么久 当然 除了剧情 还有槽点让人劝退 主演没实力 雪迷宫最大的硬伤 其实是选角 这两年流量演员们 都看上了证据 希望通过证据 给自己脸上贴天金 让观众认可他们的演技 但证据还真不是谁都能演的 就比如南主黄景瑜 在伏兵议赛道上走了挺长时间 但除了外形比较符合人物之外 观众也夸不出其他什么内容了 因为他的演技确实没什么可看的 演什么都差不多 操着一口东北话 每次念台词都喜欢摇头晃脑 以为吊耳锅当的状态就是一种松弛感 其实更像是小混混 没有警察的正气凛然 还有他去保安江小海家里吃饭 目的是为了探查对方的真实身份 但起码要伪装一下 他都快要把小心思写在脸上了 一句台词能换800个小表情 小动作 生怕别人看不出他要干啥 而如果真的遇到事情了 男主反而一副木讷呆滞的模样 甚至看着毒贩绑架了小女孩后 都面无表情 说白了就是没有入戏 尤其是跟张宇这样的实力派演员 上演对手戏的时候 人家的表演全是细节 微表情特别有看点 一看就知道这个角色城府颇深 不是简单的人 反观黄景瑜把好好一个刑警角色演出了傻大哥的急事感 愣头愣脑 看着就不太聪明的样子 太吓透了 还有另一个戏份很重的演员王子齐 他扮演的化学专家顾毅然也极其表面 以为戴着眼镜 不苟言笑 这就算是高智分子了 在说专专业相关知识的时候 顾毅然就好像在被课文 一字一句地念着 生怕把内容说错 很明显就是演员在顾一眼 而没有真专家的自然感 还有他在表演时也跟梦游似的 被队友们对了 面带微笑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被男主救了 眼神直愣愣的 嘴上说着感谢 但表情却看不出多么感激 甚至还有点困 别看王子齐也是科班出身 按理说应该有着扎实的演技基础 但他在剧中的表现 却让人大跌眼镜 他的演技跟非科班演员也差不多 甚至有时候显得更加生硬 毫无水平可言 他的表演缺乏深度和层次感 无法让人产生共鸣 让人不禁怀疑他的专业素养 除此之外 刘润南扮演的男主徒弟赵小光 本应该是一个充满正义感 和敏锐洞察力的警察角色 然而他在剧中的表现 却让人失望 他的眼神里偷露出的是一种 清澈的愚蠢 缺乏警察应有的坚毅和果敢 只有工具人的特点 演不出警察的感觉 他的表演过于单一 无法让人幸福 他能够胜任警察这一神圣的职业 同样 谢可寅饰演的张雪瑶也 并没有给观众带来多少惊喜 这个角色本应该是剧中的一抹亮色 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女强人形象 但谢可寅的演绎却显得平淡无奇 他的小身板看着也不像是能打的样子 缺乏角色的力量感 戏份显得可有可恶 让观众倍感失望 他的表演没有特色 无法让人记住张雪瑶这个角色 更不用说留下深刻的印象 整体来看 这部剧中的几位主演 在演技上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 他们为能很好的诠释角色的精髓 也无法将角色的情感和故事传达给观众 这样的表现 无意让原本期待满满的作品变得黯然失色 也让观众对他们的演技水平产生了质疑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作品中能够有所突破 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 相信很多人都是奔着张艺谋 兼制这一点才来追雪迷宫的 但不难看出 张艺谋在这部剧中存在的意义就是用名气吸引观众 对于剧本和演技没有什么把控痕迹 大概平时都是导演亲自操刀 没他什么事情 所以才能把剧情拍得如此拉胯 也没有发挥出演员们的特点 所有的角色都仿佛是按照模板拍出来的 而不是活在镜头中有血有漏的形象 这种演技也就无法将观众带入其中了 这两年不少刑侦剧就开始流量化 对剧本要求也越来越低 雪迷宫的口碑翻车 也给所有同题材的剧作提了一个醒 永远不要把观众当傻子糊弄 那么你还会继续追这部剧吗 End